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磨瘡教是什麼樣的宗教呢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有些疑惑 因為你可能從來沒有聽過磨瘡教 其實這個宗教很隨性 你喜歡磨什麼東西你就會變成什麼教 例如你喜歡磨地板你就會變成磨地教 如果你喜歡磨你家的門你就會變成磨門教 如果你很懶什麼都不想磨 那你就會變成磨懶 磨瘡教是個在1827年也就是近現代才創立的宗教 他們的興趣就是騎腳踏車在路上閒晃 然後很喜歡問人家你要不要醒覺 磨瘡教的創犯人宣稱他在17歲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小天使 然後在21歲的時候在他家附近 挖到了雕刻在黃金葉片上的金書 小天使對他說除了你本人之外 任何人都不可以看這個黃金葉片書 於是這個創辦人就打開了第一頁 上面只寫了八個大字 欲練此功必先自功 我搞錯了那是葵花寶典才對 這本黃金葉片書上面寫的並不是英文 但是小天使給他神力讓他可以解讀這些文字 所以他就把翻譯好的經文利用口說的方式 由他的抄寫源來寫下來 至於唯一的證據 也就是那本從來沒有人看過的黃金葉片書 創辦人也宣稱小天使把他帶走了 宗教的起源就是這麼有趣的故事 但是稍微有點腦袋人都知道 宗教的起源就是來自於一個聰明的騙子 遇到了一群傻子 所以在魔創教剛創立的前15年裡 這個創辦人同時被好幾個州給通緝 因為他涉嫌犯下了多起的詐欺案 所以他就帶著好幾千個腦袋有洞的信徒 一路往西逃逸 在1844年也就是他39歲的時候 逃到伊利諾州的時候被抓到了 最後在監獄裡活活被人家打死 在他死亡之前一共娶了27個老婆 這還是有記載的喔 甚至有些文章還提到了 這個創辦人一輩子共娶了45個老婆耶 唉...我看我也來衝個教好了 魔衝教並沒有因為創辦人的死而結束 就像所有的幫派一樣 老大死了底下的小弟就會自動不位 新人的接班人為了躲避美國政府的通緝 在沒有汽車的年代 他一路帶著上千名信徒 翻山越嶺橫跨至少三個州 沿路還不忘傳教 最後來到了當時還不屬於美國的猶他州 魔衝教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長大了 新人的接班人也秉持了 清出於藍更勝於藍的精神 在死前一共娶了55個老婆 徹底的把一夫多妻這項文化給發揚光大 只可行美國國會在1890年通過了禁止一夫多妻的法案 這下怎麼辦呢? 如果猶他州要成為美國的一個州 他就必須要放棄一夫多妻制 如果不放棄 他們就不能享受美國的資源以及福利 所以在1896年他們還是妥協了 順利的成為美國的第45個州 雖然有很多信徒都宣稱一夫多妻制已經廢除了 我這樣講好了 在法律上佩偶蘭當然只能有一個名字 不過私底下呢? 建議有興趣的人可以到當地走走 你就會看到很多有趣的景象喔 魔衝教有幾項很有趣的禁忌 其中一項就是不能看A片也不能自衛 理由是要人學習克制自己的性衝動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是兩兩一組在外面行動 就是因為怕對方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一直看著輪子 然後心裡面就會想 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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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那一隻那一隻 連在外面租房子都規定要有室友 就是避免他們會偷偷的打手槍 說真的啊 我曾經有挑戰過自己 到底可以多久不打手槍也沒有發生性行為 在這邊告訴大家 小弟的最高紀錄是兩個禮拜 真的極限了 我真的打從心裡佩服這些傳教士 他們根本就是神啊 還有一項就是不能喝茶和咖啡 理由是因為裡面有咖啡因 對人體不健康有道理 可是他們卻可以喝可口可樂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可口可樂有很多股東 其中一個就是他們 這個理由夠瞎了吧 另外他們必須奉行所謂的十一奉獻 在這裡簡單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謂的十一奉獻 就是把你薪水的十分之一捐給教會 在這裡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教會並不會強迫你十一奉獻 但是如果你不想死後下地獄的話 你還是要捐啊 就好像學校的流氓恐嚇你 說你不給錢的話 他就照三三揍揍你 你因為怕被打 所以自願把錢拿給他們 忽然讓我想到一部電影 喝杯茶 我喝茶 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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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奉獻的概念就是 一旦你的教會裡有十個信徒 那你就不用工作了耶 如果有二十個人 連你老婆都不用工作了 然後你想像一下 每間教會至少都有上百名信徒 重點是 他們還堅持自己沒有被騙錢 難怪人家說 神經病永遠都不會覺得自己有病 不過最後我還是要稱讚這些來台灣的傳教士 他們花自己的錢飛了半個地球 而且一年只能回家兩次 吃的住的通通都是花自己的錢 所以教會到底把錢花去哪裡了 不過說真的 這些傳教士的中文真的學得非常好 這點真的很值得我們大家去學習 但是千萬別告訴我 是因為有神的幫助 語言這種東西 如果你自己不願意努力去學的話 就算有神 他也幫不了你 不是嗎 這次的課程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見見見見見見 見 見